还记得7月的时候 中南部遭到了凯米台风的袭击 连续放了好几天的台风架 不过当时大林慈激医院的手术室 正在跟生命拔河 有一位郑先生他因为主动脉剥离 医护团队是无畏风雨 立刻替病患进行了手术 如今郑先生恢复的情况还不错 不错哦 我看你有变比较瘦一点点 10公斤 有没有 10公斤 你有没有自动帮你减肥 你有没有很开心 59岁郑先生如今能轻松聊天 但是回想不久前 他才刚捡回一命 那时台风侵袭 嘉义连续三天停班停课 他却突发主动卖剥离 有检查到 马上要开刀 我们这边没法开 马上帮你联络附近的医院 只有大林慈激医院有回忆 忘了给我回忆赶快 许多医院人力不足 但是大林慈激医院身为 急重症责任医院 哪怕是风墙宇宙救人第一 那天实际上印象太深刻了 那个台风天 那个救护车过来的时候 大风大雨 因为这个疾病我们都知道 它危险性很高 它在发生的当下 就30%有机会就直接破裂 甚至血压就没了人度 但是它随着每一个小时就增加1%破裂的风险 这时大林慈激医院心脏科团队独创的大林术士派上用场 利用人工血管接环和支架协助重建 大幅缩短手术时间 成功抢命 我们可以把一个10分钟的吻合 缩短到30秒 我们就可以把血管做长痛 长痛完之后病人的脑部 中风的机会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郑先生印象深刻 医疗团队不仅是帮他把命救回来 连后续的生活要求 也不厌其烦再三叮咛 鬼门关前走一遭 幸运的没有留下后遗症 郑先生感动医护人员守护生命的精神 往后会好好珍惜健康 不再抽烟 大爱新闻张菊芬李嘉展嘉义报道